行人绿灯过马路 下一秒一部灰色休旅车高速左转 只见阿伯使出扭腰功 前后狂闪惊险险躲过 但一旁女子却没这么幸运 下一秒 邦医生妇人遭撞声音 连车内都清楚听见 可见撞击力道之大 只见妇人倒地后一动都不动 驾驶急忙下车查看 他是根本就没有平 然后直接走上去 罗东很多人都不让 都不让行人 三十日傍晚六点半左右 宜兰罗东一名二十三岁 邱姓男子驾驶休旅车左转 结果撞伤走在整幕闻的 六十八岁张姓女子 惊悚撞击把民众全都吓坏 直呼行人地狱又上岩 邱姓男子经十时九车后 九车只为零 当街被撞趴女子奇迹 只有手脚差错伤 但恐怖车祸也发生在桃园炉竹 三十日三夜十一点半左右 一部白色小跑车 高速通过路口 下一秒 车身失控猛撞分割道 冒出阵阵浓烟 又弹飞到慢车道 救护车到场外车忽然凹陷 碎片遍布满地 车辆也四轮朝天 三十七岁零星驾驶受困车内 人救出后一时不清 紧急送医抢救后 没有神秘危险 但暗夜惊悚撞击 让民众惊吓连连 记者林医生刘志展 宜兰桃园采访报导 深黄荣康 判断 四转程中 编冻 散いた 四车 韩国 未经许 创伤 十三